欢迎回来 在苗里有一所私立中学二年级的男学生 因为上课太爱讲话 结果竟然一个学期就被记五次小过四次警告 甚至还被退学 忧心忡忡的父亲丢下工作来到学校理论 试图让儿子有书课念 父亲双手是难洗干净的油垢 辛苦的工作就是希望儿子能念书出人头地 怎么知道因为爱讲话遭到校方退学 贩毒啦 搞帮派啦 有一些比较严重性的犯罪啦 遭到退学我真的我没法讲 那一个只有上课讲话 没记得过而遭到退学 我真的觉得我不以为啦 刘先生的儿子就读苗栗一所私立中学二年级 摊开儿子在校一长串的记录 除了参加升旗借知加奖 其他不是警告就是小过 其中最多的就是爱讲话 算一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光是上课爱讲话 累进处罚 一学期就被记了五次 小过四次警告 遭留下查看后又因为抽烟 记了一次大过 遭到学校退学 是不是这可以在四圈可以预防 大概做个沟通跟学生做一个疏导 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不是会比较好 还有一些行为不当的部分 譬如讲抽烟 那上个学期末 学校的已经针对这个同学提出讨论 校方强调已经给了多次机会 但人不见学生改善才出此下策 不愿更改退学决定流性学生的父亲 无奈又生气 气得全身冒汗衣服都湿了 就不知道做儿子的心 能不能懂父母的苦心 记取教训 最近彭志明苗栗采访报道